請教一下今天可以掛號嗎 現在地點電腦系統破障 走進台大醫院掛號櫃台 大批民眾擠在這 全都無法掛號 亂成一團 外頭的領要處也一樣 常常排隊人籠 綿延十多公尺 動彈不得 台大醫院資訊連線系統 上午九點鐘無預警發生大當機 需要各自作業的從掛號 看診到領要辦理住處院手續 全都卡住 工作人員只能靠全手寫 或是改成電腦 單機作業 有些要驗血 要造什麼 那個都不行 排了多久 差不多一個小時 覺得在開刀 出來的時候就 電腦就當機就不能用了 我們坐在那邊等的時候 就是一直 電腦就沒有 繳費的單子 所有的單子都出不來 現在就是領要 繳費一團亂 不只括號 這點手術室也因為 連不上網路 醫師無法調閱病患病例資料 部分開刀受到延誤 影響患者人數 初步估計恐達5000人 系統有一些 它會造成這個資料庫的使用上 會比較負擔比較大 所以造成作業系統變慢 不是害客入侵 經過搶修 電腦系統在上午11點左右 恢復正常作業 影響時間大約兩個小時 由於最近正好是醫院評鑑期間 是否是遭到駭客入侵 台大初步否認 但表示確切當機原因 還要再確認 解釋中午當地 SN小組 台報道